2月5日 中国队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诞生了 在短道速华混合团体2000米接力赛中 中国队击败其他选手获得金牌 而在半决赛时 中国队一度被其他国家运动员的失误影响 决赛时又没有赛到优势 但瞿春宇、范可欣、五大镜、任自威 顶住压力、实现反超 并以2分37秒34 稳稳夺下金牌 这是中国代表团的北京冬奥会首金 也是中国队在短道速华混合接力项目上的首金 即便有惊险 我们的运动员仍是连续超越 勇夺冠军 诚如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 解说员说的那句 中国运动员以为国争光的志气、勇气 拿到德、风格、干净的金牌 这是一句发自内心的期待和祝福 四年前韩国平昌冬奥会 我们的运动员因韩国队屡次犯规 裁判判罚不公而错失奖牌的遗憾 还历历在目 尤其是当年2月13日那天 仅半小时内 四名中国短道速华运动员被判犯规出局 范可欣、瞿春宇 明明是被碰撞 却被判犯规 韩天宇以男子1000米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 淘汰了韩国选手 却在赛后背叛犯规出局 最委屈的是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 韩国队出现交接失误 直接摔倒 影响了加拿大队 而摔倒的加拿大队 也阻碍了中国队 导致我们以微弱烈势落后韩国队 第二个冲出现 按理来说 是韩国队犯规失误在先 影响了其他国家选手成绩 可最后的判罚却是韩国队冠军 中国队 加拿大队犯规 取消成绩 听到这个结果 征战兵场十几年的周扬对着镜头哽咽 另一名选手范可欣直接内奔 无言以对 运动员和团队 经过四年辛苦的准备 却因为韩国队的亨而梦碎 冰雪竞技的赛场上 韩国队早已不是第一次这样耍流氓 还记得2008年 短道速华世界杯日本站 女子1500米决赛 中国选手周扬 被韩国队的郑恩珠推出赛道 暴力犯规 导致周扬摔倒后颈椎侧位 还出现脑震荡 2010年世锦赛 周扬被韩国选手朴生志 故意扳倒 对方的冰刀 还刮到了他的左脚踝 周扬甚至无法站起来 只能被担架抬出了赛场 也是在那一年 短道速华世界杯上海战 男子500米半决赛 韩国选手金炳俊犯规 导致中国选手韩家良 与他一同摔出赛道 可金炳俊没有收起锋利的冰刀 韩家良的腹部 被他鞋底的冰刀割上 血流赛场 还有韩国队员黄大县 经常在比赛中恶意超越 将中国选手连带摔倒 他的队友林孝俊都看不下去 当众对他 这名韩国选手林孝俊 后来干脆入了中国籍 就连中国队的教练 也是前韩国选手安贤珠 他是韩国的高光选手 但当年对国家队失望 之后远走俄罗斯 又来到中国做主教练 带领队伍拿金牌 正如王蒙解说时说的那句 韩国的人都到咱们这边来了 韩国队 似乎总在做用脸皮换奖牌的事 四年前 我们只能无奈地说 没办法 这是在平昌 但四年后 冬冒会来到了北京 这一次 我们不会再让运动员受这样的委屈 这一次 我们也会让韩国看到 什么是对竞技体育的尊重 什么是对运动员的公平 在中国短道速滑界 有个大魔王般的存在 他曾经放下豪言 一定要让韩国滑到我们身后 更牛的是 他真的一次次做到了 他就是王蒙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 王蒙患重感冒 又遇上生理期 比赛中 朴生志故技重施 想推开王蒙 结果王蒙直接加速反超 稳稳守住第一的位置 2013年短道速滑世界杯 比赛开始 王蒙处于第二的位置 朴生志紧随其后 并利用弯道超越了王蒙 在弯道处 朴生志又伸出了手 王蒙差一点就被推出赛道 万幸 王蒙稳住了平衡 却也掉到队尾 与队伍拉开十几米的距离 所有人都捏了把汗 可王蒙 干脆不发力追赶 而是背起双手 像大爷六弯一样 跟在队伍后面 行停信步 第六圈 第七圈 第八圈 前面的选手都在激烈角逐 但王蒙依旧不紧不慢 只是在渐渐缩小着 与对手的差距 图片 最后一拳 只见王蒙直接从外道超了上来 在与朴生志保持距离的同时 几步就完成了弯道超越 还没等对方反应过来 他已经率先冲陷 冲陷后回头一杀 仿佛在用眼神霸气 回对了韩国队的迎招 不管韩国队再怎么耍花样 王蒙丝毫不给他们犯规的机会 我要让你们连我屁股的眼都看不见 看你怎么判我 犯规 一次次与韩国队斗智斗勇 本以为王蒙已经拼尽了权力 可最近 在入住B站发布的视频里 他相当反而塞的坦言 其实每一次对他来说都很轻松 要是每一场都用权力的话 这世界纪录就不止破了七次了 前几天 冬奥会火炬竭力开跑 王蒙作为火炬传递第一棒 还调皮地重建了赛场上的溜弯模式 小手一倍 慢慢跑起来 此次冬奥会短道速滑混合接力半决赛 韩国运动员直接摔倒数据 王蒙的解说 简直是神捕刀 王蒙的潇洒 似乎在告诉全世界 无论面对怎样的打击和不公 中国运动员都会卯足一股不服输的劲 创造绝地反击的奇迹 除了王蒙 这届冬奥还有很多让人期待的选手 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贾宗阳 人称冰山钢铁侠 他拿过13次自由式滑雪世界杯冠军 光是冬奥会 就参加过三次 但看了他的B站入驻视频才知道 荣耀背后 其实也是一身荆棘 自由式滑雪的训练 不可避免地会摔倒 受伤 他经历过三次手术 全身打入两块钢板和22颗钢钉 但他说 和钢铁侠一样 他每一次都做好了全力以赴的准备 这次冬奥之前 他也分享了在芬兰备战的日常 在冰天雪地的北欧 队员们训练前要翻整积雪 之后 便是在飘雪的寒夜里 一遍遍练习 同样征战北京冬奥会的 还有丹板滑雪运动员蔡雪童 他曾多次获得世界丹板滑雪锦标赛冠军 备战东望 他在B站发布了训练Valk 在海拔近3000米的雪山之上 游行池里 他不断精进着自己的技巧 许多网友为他呐喊加油 最让我触动的是丹板滑雪 游行场地运动员秋冷 这些年 他在冰雪场上展露头角 拿了不少奖牌 可看了他在B站发布的视频 一个丹板女孩的13年 才知道一个冰雪场上的运动员 到底是怎么练成赛场上潇洒的身意 从荒问无措 到一次次跌落 爬起 到最后越来越熟练 优雅 咬紧牙关 才练就了一身强大 坚韧的中国运动员 一定会在这届冬奥的赛场上闪耀